游览车司机发烧 这边症状 那现在好像蛮危险的 那疫情是不是有扩大的疫情 这数时吗 有那可能这已经送去裁剪了 证实当天在运诺福特饭店人员 到集中检疫所的游览车司机发烧 以及紧急裁剪 但指挥中心强调 司机都有穿防护衣和口罩 只是已有四名饭店人员确诊 案1120房屋部主管 和案112960多岁女员工 早就有症状还是到饭店上班 案1120遭爆料 被职几层没戴口罩工作 甚至这两人每天都会去 B1的员工餐厅集合开会 即便目前其他员工裁剪阴性 仍然人性惶惶 担忧只是未发病 B1地方我们有做过 场地的一个裁剪 那也都是阴性 怪神没戴口罩 我觉得这也大可不必了 每个人多多少少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疏忽的时候 那至于 至于在员工的健康管理 那这一部分是要加强 而整起事件如滚雪球般爆出 时间到回28号 指挥中心晚间8点半开会研议 诺福特人员是否全数撤离 代表早已知情 有员工确诊 更让技师不满 没有提早告知 29号凌晨仍然有人陆续住进饭店 直到早上才广播全数撤离 等于让他们一整晚 暴露在染疫风险内 更被迫住进集中检疫所14天 有机师爆料明治28号 华航实施艺人仪式 居家检疫 大家抢着订房 却为阻止29号新的机师入进饭店 或许及早通知 能减少不必要的染疫风险 TVB的新闻王兴堂 周又萱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